OK 以后就在这里生存 我让饲养员给你送上吃的 喝的 再来一个玩具斑马吧 以后也算是有个人陪你了 来 过来吧 在这里独立成长 如果不甘心屈服的话 你就握心肠胆 锻炼体质 争取未来的某一天 再次夺回你的霸主地位 唉 辉哥也没有办法 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我准备在动物园里面 增添一个新的动物了 在上期的评论区中 有好多粉丝留言 说想看非洲的狮子和大象 那我今天看了一些动物交易市场 狮子目前还没有货 大象倒是有两头 所以咱们今天先养大象 我打算把7D建造在这里 当游客们坐着小火车过来的时候 可以直接在火车上看到大象的一举一动 那坐火车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来 开始建造 因为大象的体型非常巨大 所以围栏一定要拉高 不然它可就要跳出来了 这种砖墙加玻璃的设计更加结实 OK 营造一下大象的生活场景 这种猴面包树是非洲的一种常见树木 传言说面包树的果实非常好吃 但是并不是大家想的那种面包 而是这样的 OK 咱们再来点其他的 终于 谈ivo